欢迎回到梦想街57号 在这个阶段 我们要请各位告诉我们大家 这个SUV里面 我们刚刚讲了很多 就是上半年度 已经改款的SUV的市场 另外还有就是下半年度 可能可以期待 它也许会进来台湾的SUV 那现在的话 麻烦各位告诉我们大家 到底有哪一些是遗珠之旱 也许这个在下半年度 可能会进行改款 然后也许也会进来台湾的 好来 这个罗哥所讲的这台车子是哪一台 Volvo的 SC90 XC XC 我们常常讲解决的吧 XC90 对 这部车是彻底的大改款 而且是大家瞩目的很久了 12年摩影 这个已经是9月 9月 其实在台湾已经送车了 都已经有人看到实车了 对 那这个车子呢 它开始走了这个 巴速的手自排 变速箱 然后也有新的整个引擎系统 最主要的是它的那个车体 SPA的这个新的车体的概念 那以后我们有机会 这个车子进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好好的了解一下 那这部车最大的特色 就是它把整个的质感 完全的提升 这比上一代 上一代其实外形看起来比较流线 但是这一代看起来 反而比较保守一点 然后比较简洁的线条 可是它这一代呢 让大家会感觉到最棒的 就是它的那个内装的质感 整个的已经有点像 Range Rover的感觉了 它就往那个车 对 有皇家的感觉 对 然后它的那个多媒体系统呢 它不只是它本身设计的系统很好用 它甚至于支援了苹果的CarPlay系统 也就是说你的iPhone 5插进去 你就可以用苹果的Apple的地图啦 甚至于用Siri 对 你开车无聊可以跟Siri打屁聊天 所以在外观上面看起来的话 比较皇家典雅型 真的喔 对 那在内部的话呢 其实也导入了很多科技化的一个设备在 还有在安全系统上面 它又增加了很多这种 譬如它入口的时候 它会去扫描 有没有小朋友在跑啊 有没有任何的东西 就是加插入口的一个自动刹车的系统 之类的 Volvo本来就是以安全注册嘛 好 这个是Volvo的XC90 那另外庞德呢 是HONDA的 不是CRVO 是HRV H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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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其实大家可以发现说 庞德偶尔在这个节目上常会批评HONDA 其实说实在 庞德哥选这个让我吓一跳 这个我是有用意的 说实在我当兵退伍之后 等下我出社会之后 我连开了两部都是HONDA的车 一个喜美 一个雅阁 那可以 我两部都开 那后来倒戈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发现呢 以前的HONDA的车 性能标杆嘛 大家都知道嘛 雙A倍 VTEC 在龙潭赛道 都是拿着喜美来改 百万喜美 以前的车 我觉得它的产品定位 是非常非常明确的 它就是它不跟你说配备多好 但是我操控就是没有人能比 但后来逐渐没有这个味道了 那你看这个CRV 我们国内这个长机座CRV 它本来就已经越改越没有 所谓操控的一个诉求 反正强调空间大 舒适 实用 我们现在看这新款 尾巴还甚至要往后拉 所以我觉得 现在HONDA 有点产品定位模糊的感觉 我觉得它车怎么开 都不像是一个 会很有操控的感觉 那你看这个 这我不知道它会不会进 它基本上就是小一号的CRV 然后呢 后面没有像CRV 那个多一个凸出来的 我觉得整个外形上是比较均衡的 然后呢 它的引擎的边层 是有柴油感 这是很特殊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 这个车能够进来的话 但我没开过 我们期待说 会不会因为车格小一点 比较均衡 开一台会比较回到HONDA的味道 那旁边为什么这台 现在还不晓得它会不会进 那是不是会因为影响到 CRV的一个整体的消息 我觉得它不会影响 不会 我都不知道会不会 海外版本 其实我不知道它有没有海外版本 因为我去年去日本玩的时候 我就在路边看到一台 我就说 怎么有这台HONDA 很特别 很漂亮 它的体积大概尺寸 大概只有跟FIT差不多而已 对 旁边你这次到底是几门吗 它这个是四门 但是它的后门的门把 坐在这里 门把在上面 所以你看不出来 它是双门的小跑车 它的门把比较像跑车的设定 对 它比较像跑车 对 好看 所以其实它这个很Q的 它这个比较年轻化 比较年轻化 你现在有觉得CRV的话 它其实后面多了那一块 其实是说实在有点 觉得就是给爸爸开的 就是要塞东西 塞得满满那种感觉 而且开起来不是很有Feel 我觉得这个车 我期待应该开起来 会非常有Feel 从外形上你可以像素 这种控制 应该会比现在CRV好非常多 而且还有柴油版本 这是HONDA没有见过的 好 这也不知道大概会卖多少 这很难 这看不出来 因为这比较多人会不会进来 它能够再度回到HONDA的影响 罗哥 你那个VOLVO的XC90 是9月份确定吗 确定 庞德 你这一台是还没有 这个不知道 期待会他进来 做法期待 车商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今天曝光了以后 搞不好增加进口的两台 我可以增加进口 应该是销售应该是不错的 非常期待 好 来 乃哥呢 乃哥的话呢 也是HONDA的 对 这一个我 刚刚罗哥已经介绍过HONDA C 所以我就不多介绍 但是我觉得说 为什么我会挑这一台休旅车 来做推荐 第一 它6月上市 所以它不用期待 第二呢 是我们常说SUV的操控没那么好 但是如果你又要空间 你又要外观 那Odyssey其实是一个很好选择 因为它的操控的确 会比一般的SUV好 为什么 因为它车的底盘没那么高 那相对的 它操控起来会比较安全 那第二呢 就是说刚刚旺德说的 就是说HONDA有一些特质啊什么 我觉得在Odyssey上 应该都可以保持存在 所以刚刚在说SUV挑选 我就说 如果我自己我会去买S-Rail 但是推荐给消费者 我会叫他去买CRV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CRV就是 你什么都不用管 它都不会fly 很适合 你懂车不懂车都适合开 那不用伤脑筋的车 那S-Rail它因为有很多高科技的东西 还有很多有乐趣的东西 你不去用 你不会用 你上市的那个乐趣 我觉得可惜 所以我觉得Odyssey是值得推荐的 好 这个是HONDA的Odyssey 刚刚我们有特别聊到 另外呢 在Andy老爹呢 所推荐的是 Mazda的CX3 对 这部车 除了前挡以外 我都蛮值得期待 前挡到底是怎样 好不好 不是 其实应该 来 前挡到底怎么 好敢讲喔 来 前挡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没有 其实它的前挡 就是说在台湾消费者 就是在那个CX5身上 就是在它发生破裂的几率 稍微比较高啦 那TOTAL的数量 那时候我在我自己的粉丝团 有跟大家讲说 那个 因为他们跑来跟我反映嘛 他说我这个 这个什么 我已经这边停到一百多台了 这个数字我没办法接受 然后请我跟原厂反映 那但我就跟大家讲说 要不然你们有破的 你就把你的照片 姓名 车号 什么联络方式 对 跟我联络 我就收集这个资料 那到最后其实我大概是停了 大概52 53台左右啦 全部都是这前挡风玻璃啊 对 就是 然后呢 然后发生什么事 其实大部分是被石头砸到 从外面 大部分 可是有一些 有一些是他自己车祸撞到 然后他也跑来报名 但这个 难怪我就说奇怪 原厂收到的客数没那么多 老爹收得那么多 我说你比原厂还大耶 那个影响力 原厂是 结果原来都是一些 没有 其实我们那没有去 我没有去仔细算说到底有几台 可是基本上你报名 你有照片来证明说你的前挡破了 我就把这个资料收集起来 我就勤给那个 台湾马自达 对 那台湾马自达 他的客服是收到30几啦 我是大概收到50几 可是我问过其他的业代 他说 以这个CX-5从开卖到现在 他们卖大概7000多台 7000多台 如果用50几台去算 其实数字真的是稍微偏高 因为他们有一个良率 所以说在... 对... 在生产线上的良率 所以基本上不能超过3% 千分之三 千分之三 我听到是这样 那如果说用7000台乘以千分之三 理论上应该是要在20台以下 会比较好 所以你说他的数字 不是比较好 是可以接受 对 可是原厂是说 我的所有... 我前挡的所有安规 认证 当地的法规 其实我全部都有过 那前挡老实说 本来就不是属于保固的范围 任何一个品牌都要 就算你买到法拉利 你的前挡也是不保固的啊 只是说他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我们现在 还在等原厂的解释 老别说到那个千分之二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之前法拉利有某一款车 已经停产了 它的那一个仪表板 是会浮起来的 10台车有8台 所以它就超过千分之三 它已经是80%了嘛 所以它这就要大规模召回 召回 对 然后还有一次是油箱盖 盖不回去 所以我觉得现在问题 要比较清楚 就是说应该不是说 你怀疑它新车是不是 生产过程当中没有装好 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不是这个问题 现在应该质疑说 你这个玻璃是不是太容易 受到外力影响而造成碎裂 我现在问题应该在这里 那我刚才讲 你说我乘航坏 因为我每颗米粒打到之后 我也没有一直裂开来嘛 我只觉得视线上的影响 我把它换掉 那你为什么这个车 只要打个米粒 就一直裂到不能接受 就必须换整片 所以这个部分 可能是要他们提出 他们这个玻璃的 所以有可能就是说 它的玻璃的 它玻璃本身的一个品质 或者说对台湾的市场 是不是有适应的问题 如果是的话 它当然要每一片 全部负责把人家换掉 如果是的话 那目前 目前Mazda那边是怎么说 因为现在这个交通部的 那个陆正司 其实已经介入调查 因为有人已经跑去 交通部告状了 他说为什么 这个是影响到行车安全的 所以他们已经要求 台湾Mazda做出正确的回应 那现在就是他们两方在协调 可是台湾Mazda 因为它毕竟这个车 是原装进口嘛 你所有的东西 包含前党都是日本来的 所以它现在是跟日本在协调说 我这个事情到底要怎么处理 只是还没有正式的这个答案 过去有这样的例子嘛 为了前党 然后全部都召回全部换嘛 你知道里面有一个 目前其实印象中没有 但是有其他的东西 以前被建入就是DSG的 变速箱的问题 对 那就变速箱嘛 其实还有一个车主 好像在苗栗我记得 他说他一年破了两次 他一年破了两次 那当然啦 他怎么没买乐透了 真是 他买CS5干什么 可是就我了解之后 他是第一次破了 只是原厂的玻璃 那破了之后 他好像自己去外面 换了台制的 又破 所以我觉得第二次 不能算在原厂头上啦 对啊 对啊 所以我就说 现在就等台湾Mazda他公布 那个 135干部有台制的玻璃 有有有 他说有 他们都是自己出钱去换的 好来 不过Andy老弟你还是 对 最近了Mazda C83 这个楼歪了好久 C83的话这个 你这个 你这个前党应该就不会有问题了 是不是 应该是不会啦 没有 其实我觉得 这应该有时候是特殊的 怎么还在讲 各案啦 其实这部车它是从那个马 Mazda2的底盘去延伸出来的 那其实我觉得 其实台湾人现在很喜欢SUV 可是呢 因为它的空间 不需要这么大嘛 你说买KUGA 买X-12 买什么Outland CR-V 其实你说空间大 可是你说真的常塞到满满的吗 其实没有 大部分一个人开 对 很多人 所以我就说 我为什么推荐这一台 是因为它的体积比较小 你是比较像小修一点 对 它的跟彭德哥刚刚讲 那个HRV 可能是同一个 差不多等个大小 对 那再来就是因为马三喔 新的马三 它这次因为是 它是进口品质 可是台制的价格 國产车的价格 那我觉得在这个CS3上面 其实我觉得应该也会有 同样的这个价格出现 大概约莫会是在80上 我自己猜的啦 原厂没有讲 原厂就没有公布 大概在80上 所以年轻人不懂是 开这种车是有备无患 你想休息的时候 你还要去某队喔 不要那么麻烦 那都麻烦 我们在 没有 我们真的 我没有想到 你都没有在80之外 没有 我们在路边停一停就好了 对不对 你跟你讲 你那个带什么东西 新商店 但还在第三季 接近第四季的时候 这也是差不多啦 所以我一定要办 你去那边 我现在已经有机会了 我去那边 你去那边 你去那边 你去那边